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毛小六子可以先跟我们说说智能手表的健康物报Smart Watch的心率惊魂 各位同学 今天我们来聊聊一个现代科技的奇妙现象 智能手表的健康物报 或者说是Smart Watch的心率惊魂 首先让我们回到几十年前 那时候的手表只是用来看时间的 最多也就有个闹钟功能 谁能想到 今天的手表不仅能告诉你时间 还能告诉你时间 还能告诉你心跳步数 甚至是你昨晚睡得好不好 这些智能手表真是无所不能了 简直像是从科幻电影里走出来的 然而科技越进步问题也越多 智能手表的健康监测功能虽然强大 但有时候也会闹出一些笑话 比如说有位朋友在看恐怖电影的时候 手表突然开始震动 显示他的心率飙升 还提醒他心率异常 请立即休息 这位朋友当时吓得不轻 心想 难道我真的要被这部电影吓死了吗 其实这只是手表的误报 因为他无法区分你是因为运动 还是因为被吓到而心跳加缩 再来说说另一个有趣的故事 有位跑步爱好者 每天早上都会戴住智能手表去跑步步 有一天他的手表突然显示他的心率达到了每分钟200次 这可是相当危险的数字 他赶紧停下来 声呼泄还是没有降下来 最后他发现原来是手表的感应器被汗水漏湿了 导致数据读取错误 这位朋友后来笑着说 看来我跑步的时候不仅要注意路况 还要注意手表的兴起 当然这些误报虽然有趣 但也提醒我们 科技虽然进步 但并不完美 我们不能完全依赖智能手表来监测健康状况 还是需要结合自身感受和专业医疗建议 毕竟手表再智能 也不如我们自己的身体来的真实 总结来说 找的健康监测功能确实给我们带来了很多便利 但也有可能带来一些心率惊魂的时刻 希望大家在享受科技带来的便利时 也能保持一颗平常心 不要被手表的误报下了 毕竟生活中有很多事情比手表的误报更值得我们关注和珍惜 好了 今天的课就到这里 大家有什么问题吗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语音助手的误听闹剧 Force Assist的笑话指令 当我们谈到语音助手的误听闹剧时 这真是一个充满趣味和科技奇迹的话题 语音助手 如CeraLights Air和Google Assistant天长 已经成为我们日常生活中的一部分 帮助我们设置闹钟 播放音乐 查询天气等等 然而 这些智能助手有时也会犯一些令人捧腹大小的错误 让我分享一个经典的误听闹剧故事 有一次 我的一位朋友对他的语音助手说 播放披头式的歌曲 结果 语音助手回应到 好的现在播放披萨之歌 当然才让他和在场的所有人都笑得前价后合 原来 语音助手把披头式的Beatles 形成了披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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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真是让人哭笑不得 这类物丁闹剧其实背后有助深刻的技术挑战 语音助手依赖于语音识别技术 而这项技术需要处理各种口音 语速和背景噪音 即使是最先进的语音识别系统 也难免会出现误差 这是像我们人类有时会听错一样 语音助手也会有耳朵打结的时候 再来一个有趣的例子 有一次 我在家里对语音助手说 打开客厅的灯 结果他回应道 好的 现在播放开心的灯 我当时愣了一下 后来才发现他把打开车闹听成了开心他啼 他啼啼开心 他啼啼啼 并且还自作主张地找了一首叫 开心的灯的歌曲来播放 这种情况下 我只能无奈地笑笑 然后手动去开灯 语音助手的误听闹剧不仅仅是笑话 还反映了人工智能在语音识别方面的进步和挑战 随着技术的不断发展 这些助手会变得越来越聪明 误听的情况也会越来越少 但在这个过程中 我们也不妨享受一下这些意外带来的欢乐 总的来说 语音助手的误听闹剧让我们看到了科技的另一面 它不仅仅是冷冰冰的机器 还有可能成为我们生活中的搞笑伙伴 所以下次当你的语音助手再次误听时 不妨笑一下 享受这些意外的幽默吧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自动吸尘器的迷宫困境 RoboVac家居迷路 各位同学 今天我们来聊聊一个现代科技的奇妙现象 自动吸尘器的迷宫困境 或者说是RoboVac家居迷路 这个话题不仅有趣 还能让我们从中学到不少关于人工智慧和机器学习的知识 首先让我们来认识一下这位家居清洁的小帮手 自动吸尘器 这些小机器人通常配备了各种感应器 如红外线感应器 碰撞感应器和陀螺仪 来帮助他们在家中导航 理论上 他们应该能够高效地清扫每一个角落 但现实往往比理论复杂得多 想象一下 你的家就像是一个迷路的小老鼠 这些小机器人有时候会在桌脚和在桌脚和自腿之间来回穿梭 像是在参加一场迷你版的障碍赛 更有趣的是 当他们遇到一个特别狭窄的空间时 可能会像一只困在瓶子里的苍蝇一样 不断地尝试不同的路径 却始终无法脱困 这种情况其实反映了自动吸尘器在导航算法上的挑战 早期的自动吸尘器 主要意外随机碰撞和简单的感应器来进行导航 这就像是让一个人蒙住眼睛在房间里走路 难免会碰到墙壁和家具 随着技术的进步 现代的自动吸尘器开始使用更先进的技术 如激光雷达立地二核视觉导航系统 这让他们能够更精确地绘制房间地图 并计划最佳的清扫路径 然而即便是最先进的自动吸尘器 也难免会遇到一些移工困境 例如当他们遇到一堆电线或是地毯边缘时 可能会像一只被困住的猫一样 不断地挣扎却无法脱身 这时候王就需要出手相助 把他们从困境中解救出来 有趣的是这些迷路的情况 有时候会让我们看到自动吸尘器的个性 有些机器人会在困境中不断尝试 直到找到出路 而有些则会在原地打转 像是在思考人生 这些行为其实是他们内部算法和感应器数据的综合结果 但看起来却像是他们有了自己的小期许 总结来说 自动吸尘器的迷宫困境不仅让我们看到了人工智慧在家居应用中的挑战 也让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多了一些笑料和趣事 笑料和趣事 希望大家在使用自动吸尘器时能够多一份理解和耐心 毕竟他们也是在努力地为我们服务嘛 好了 今天的课就到这里 大家回去记得观察一下自家的自动吸尘器 看看他们有遇到什么有趣的迷宫困境 下次各道上我们可以一起分享这些有趣的故事 各位同学 今天我们的科技探险之旅就到这里了 希望你们都享受这一次的奇妙旅程 我是六博世界的科技迷 我们今天聊到了关于智能手表 语音助手和自动吸尘器的那些令人蓬富的误报和搞笑时刻 但这些看似简单的故事背后 其实隐藏着复杂的技术挑战和进步 智能手表的健康监测虽然有时会吓你一跳 但也在不断提升精准度 语音助手的误听虽然让人哭笑不得 但也在逐步改进 而自动吸尘器的迷宫困境更是让我们看到 人工智能在家居清洁上的努力和成长 总结来说 科技给我们带来了便利 也带来了笑料 在享受现代科技带给我们的福利时 我们也要学会宽容和理解这些新技术的不足 毕竟他们也是在不断学习和进步中 好了 今天的内容就到这了 如果你们在生活中也遇到过类似的搞笑科技误报 或者对这些科技有更多的疑问和看法 欢迎在评论区分享 让我们一起讨论 一起学习 也一起笑一笑 也有什么样的想法呢 期待你的留言 谢谢大家 我们下次再见 谢谢大家收看六读穿越系列节目 这个节目由媒体专业人士 科学家 工程技术人员 编撰设计制作 但是这些内容并非用于做出决策 或法律裁定的基础 欢迎在节目留言区发表您的见解 纠正节目可能存在的错误 谢谢大家收看 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 给我们节目点赞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